萤幕搭配镜头出现在卖场货架上 这是生活美妆龙头新架设的智慧货架 可以结合广告播放人流感知技术 进而收集消费者行为数据 门市导入不起眼的新武器 其实是为智慧零售铺路 电数大约是230家左右 然后我们预计还会有个100多间的扩充空间 虚实结合全台展店 第三季搅出EPS7块亮眼成机 股价收在624元紧追电商龙头 不断进货出货 电商龙头打造自己的物流中心 助工业绩 9月营收年增2成2三 创同期新高 成长动能来自网路购物 现在网购速度又很快 24小时就到啦 然后又如果不喜欢的话还可以退货 每天都在逛网路 但不见得每天都会卖 相关的租金成本是比较偏高的 所有的美妆品牌 或者是说在一些相关的实体通路的部分 反而实体通路减少 要抢劲的反而是在电商 疫情推升宅经济 电商作文百货古王大位 电视购物出身的公司 甚至后来居上超越老字号电商集团 成为台湾最大B2C电商平台 老将新兵不仅股价涨幅无法相比 市值更是差了8.4倍 紧接而来的双十一旺季 各家业者摩拳擦掌迎接营运大补完 三年新闻正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